被称作是99年生三大巨头的他 曾经是J.I.P.旗下练习生的他 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备受瞩目的星星赵一贤 1999年12月8日出生 国三时他看了音乐剧《女巫前传》 并深受感动 之后便产生了想成为演员的想法 更特别想要成为音乐剧演员 为了要朝演员之路发展 他进入了汉林一高音乐剧科就读 入学后才开始学习舞蹈、歌唱和演戏 其中他觉得演戏最有趣 让他想要成为演员的欲望更是强烈 而因为感觉到自己演技上的不足 因此他还另外去戏剧学院补习 在戏剧学院学习演戏时 老师便推荐他去参加J.I.P.征选 参加征选的他一次就合格了 从那时起 他就在J.I.P.当练习生长达两年的时间 2017年透过网络剧《复仇笔记》 饰演佩角以演员身份出道 本剧由车淫忧、金香启当主演 算是部知名的网络剧 出道之后 隔年他就积极展开演员活动 先是出演网络剧 之后也在电视剧《坏爸爸坏行警》中担任佩角 累积演戏经验 同年在短片电影《微录》中 首次担任主角 并在片中展现了不错的演技 2019年他和旗下 由李正仔、郑宇胜等多位知名演员的公司签约 并正式开启演员活动 同年就出演了电视剧《我的国家》 和电影《妓院公子》以及《变身》 特别是在《变身》中 他饰演叛逆奇的高中生 而他将角色的心理状态演绎得很好之外 日常生活演技也非常自然 再加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恶魔演技也完美消化 收到了许多的好评 另外在《我的国家》中 虽然是首次尝试古装剧 但他也以稳定的演技诠释角色 让人看到他的实力 并获得了《怪物新人》的称号 2020年他获得了《打开知名度的好机会》 在电视剧《机智的一生生活》中 饰演异乱双胞胎姐姐张润福 伴随着本剧的高人气 他的知名度也变高许多 剧中是医院的实习生 在第一季时是医大生 第二季则成为实习医师 都让人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他和有点傻里傻气的双胞胎弟弟张红道完全不同 面对教授的提问都能正确回答 想起过去家人住院的演技也非常好 收到了许多的称赞 虽然戏份不多 但是独具色彩的角色和演技 也让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不过观众们比起他的名字赵怡贤 更是记得张润福这个角色 2021年在电视剧《学校2021》中担任主演后 最近在Netflix原创剧集《僵尸校园》中 饰演全校第一名的崔南拉一角 虽然他已经成年 但是连续在作品中都是饰演高中生 拥有着一张稚嫩的脸蛋 不过两部剧的类型完全不同 《学校2021》是以高中校园为背景的青春爱情剧 《僵尸校园》则是惊悚刺激类型的丧尸剧 虽然两部剧都是穿着高中制服 但可以看到它展现出完全不同的演技 改变自同名网络漫画 讲述一位被科学老师监禁的女学生逃脱之后 失控地咬了一名女同学 被咬的女同学瞬间变成丧尸 学校也立刻变成人间炼狱 求生存的师生们开始丧尸战斗 因此都要逃离学校的故事 1999年生的演员中 演技备受认可的就有他和IOI出身 同时也是网络剧霸主的金素慧 以及透过《机身上流》 《咒术施战》 《Emotion》等作品活跃的郑芝苏 被称作是99年生的三大巨头 证明了他的表现都让业界和观众看见 未来也期待他能够出演更多不同的作品 展现给大家更多不同的面貌 以上就是这集 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介绍给大家的 未来发展备受期待的赵一仙 如果有想要认识的明星故事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集见 安妞